当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在欧洲将各国打得哭爹喊娘的时候 他的神级队友伊呆利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二战时期诺贝尔和平军队通心粉杀手意大利 在战争中的亮眼表现 意大利作为二战时期的法西斯同盟国之一 与德国和日本组成的所谓的周星国 但意大利的划分好像与凶残的法西斯格格不入 他们总能用一些清奇的脑回路来让你目瞪狗呆 就例如当初希特勒来拜访莫索里尼 老哥要不咱俩一块去打波兰国吧 我商丹尼打野咱俩商业出争存存不深啊 谁知莫索里尼却犹犹豫豫的拒绝了 直接给希特勒干不会的 随后希特勒便率领德军闪电拿下波兰 扭头就往法国奔去了 没想到法国更不争气 这还没开始呢就顶不住了 莫索里尼也慌慌张张的宣布对法国的争战 想在法国的国土上封一杯根 就这样莫索里尼不战而上 但是莫索里尼啊越想越不对劲 就这样拿到殖民地有点有失于战胜国的坟范 然后准备向耗子拖牛大干一场 决定效仿德国的闪电战 打一场漂亮的战役 于是在停战两天前向法国发起了闪电战 虽说呀法国是打不过德国的 但是打打一呆利还是没问题的 简简单单几个回合 义军就被法军打得就像耗子见了猫 马爪了 死伤六千多人 好多的士兵还以为是莫索里尼就像是亚里士多德的弟弟 这你妈是多呀 人家德国都已经把饭喂到嘴边了 你就张张嘴就行了 明明厨艺这么菜 却非得碰碰灶台呀 还造成了这么多人的伤亡 虽然是这样一个比较丢人的战绩 但是意大利还是抓到了一些俘虏 其中还有一个飞行员将领被抓 投入了战俘营 当晚飞行员获得了自己在战俘营的第一顿晚餐 从前菜到通心粉和肉 到餐后水果和红酒都配备的非常齐全 飞行员心想 这怕不是最后一顿晚餐了吧 估计明天就得凉凉啊 谁知道第二天 一个高级将领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略带歉意的对他说 昨天我们犯了一些小错误 给身为将校的阁下 提供了一班士兵的晚餐 这绝对不是有意虐待葫芦的 希望阁下能看在我的面子上 原谅那位出错的看守 这意大利可真的是将日内瓦公约 履行的淋漓尽致 不光如此 在意大利的军人被俘后 也闹出了不少的笑话 这些意大利战俘啊 因为在战俘营中吃不到通心粉 而选择集体越狱 他们在越狱后呢 没有说去寻找大部队 而是去寻找通心粉 在找到了足够的通心粉之后 还会主动返回战俘营 更有甚者 在找不到通心粉的时候 还会跑到别的有通心粉的战俘营中待着 虽然这些意大利人没闹出什么危害 可是啊 总这样越狱 让门军颜面大师啊 负责看守战俘的军官 只能向上申请 提供大量充足的通心粉 给这些意大利人 这才安抚住了这些战俘 这些呆门的意大利人是有多爱通心粉的 还有就是 意大利军队在距离补给站不到十公里的战场上 正准备发动突袭 几百号人都已经藏好了 但是因为肚子饿了 竟然全军停下来去煮意大利面吃 结果被敌人轻松俘虏 这些意大利人不光是当战俘的时候 小日子过得舒服 说是意大利有一支军队被困在了沙漠之中 向德国友军请求了誓言 德军在接到通知后马上就派人寻找 大家也都知道沙漠中的水资源是非常宝贵的 而且严重不足 德军在找到这些意大利人的时候 他们正在用宝贵的水煮通心粉 而这些奇葩的意大利人还责怪德军 没有带上红酒来 不光脑回路奇葩 这些人似乎是只顾着吃 在作战方面根本不上心 有一次找不到合适存放炸药的仓库 义军认为教堂这种地方不会遭到敌军的空袭 随便将超过一百吨的炸药 存放在了城市中央的圣纳扎罗教堂 最后却是因为教会的尖塔被雷批准 然后这座城市的五分之一都被炸飞了 还有在北非战役中 当时一个旅的意大利军队 遭到了一个赢的敌军的进攻 起初双方还打的是有来有回 不过还没有坚持十分钟 义军就停火举了白旗 这英军就大感意外 就询问义军将领 为什么好好的才这一会就不打了 义军将领理直气壮的说 我们没有找到弹药箱和桥馆 打不开弹药箱 而且手中的子弹已经全部弹关了 所以在头像的 这样呆门可爱的意大利 真的是在二战时期和残暴的纳粹德国是同门国吗 不过也亏的是意大利做了德国的门军 在一定程度上拖了德国的后腿 就这个思路上来看 欧洲人是不是还得好好感谢一下意大利 牵制了德国的进程 拖慢了他们的步伐 不然可能纳粹德国的铁蹄就踏遍欧洲了